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魂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各位菩萨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好 文学结经 那我们上个礼拜把我们这个讲义 终于介绍了 介绍好了 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这个文学结经 这个经文的讲解 经文的讲解 那在讲解之前 有学员就提了一个问题 就关于我们上个礼拜 谈到地质品里面 地质品里面谈到这个所谓 提到心不住内 不在外 不断烦恼而入涅槃 不舍 来就叫所谓的不舍一切所物 还记得有这段 这段这个经文的内容吧 这当时的这个 为我姐居士 他跟谁谈这段话 还记得吗 谁啊圣律谋 圣律谋是谈什么 谈禅令嘛 若波林是谈慈戒嘛 这个心不住内不住内是谈的 忘记了 大家这尊者是谈什么 谈修那个脱脱形吧 脱脱起直吧 家丹也是谈什么 论力第一嘛 谈生灭心嘛 你用生灭心看世间现象 世间本来就不生不灭的 那你用生灭心去看这个世间 本来它就不生不灭啊 那你用生灭心去分析它 到最后变成符合你 你自己所认知的生灭现象 好 比如说 举例说 这个 这个宝特品还不是宝特品之前 它是什么原料 这一直退回去 所以现在这个磁地不是在做环保吗 它会把这个塑胶 后来变成了毛毯 他这个东西不是因为 它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在谈这个心的观念之前 谈这个心 到底不住内不住外不在中间 又不舍食物 不取捏盘 到底这个心在哪里 在谈这个之前先举一个公案 来说明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据了解 我们佛法里面所谈的心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 会在这个理解上 是这个洛传心 还是这个意识心 像我们在打坐 打坐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在打坐 我们说用心 心在哪里 当我们一坐下来 这个烦恼袭气 好像 好像那个电影在播放一样 哇 一幕一幕的 马上跑出来 所以有一本书可以介绍 学员去看 有一本书叫做谈女脑 是一本发力书是红南教授 红南蛮有名的一位教授 他发力了一本书谈这个谈女脑 谈破了一本 谈和脑是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有记忆看这个电脑 造成那个脑坡 有没有 我们平常那脑坡是很凌乱的 那在昏迷的时候的脑坡 好像蛮平顺的 但是我们在打坐路定 禅店 那个阿娃坡又不一样了 那我们在打坐那个 意念 那不是 大脑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谈得蛮详细的 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堪了 因为我们只是 要跟我们开这本课 有谈修课的话 我们再来 再来讨论这方面的 好 在谈这之前 谈一个公案 就是 有一群狮子 他们在圣灵里面要去打猎 去猎取食物 猎取食物 刚好 那个走走的 走了半天 找不到食物 在那个时候 刚好来了一群铃鸟 这铃鸟 哇 就外出 这个类似善心 结果悟闯到丛林 那个森林里面 就碰到了一群狮子 这个狮子呢 一看到铃鸟 又怎么样 正好肚子饿 对不对 最好时机到了 这狮子一看到铃鸟 来就怎么样 就开始追啊 那时候的铃鸟 看到狮子在追跑的时候 大家都怎么样 逃开了 然后那个铃鸟 跑了好坏 好坏 你说狮子追得到他吗 比常理上而已 狮子 照理讲应该是追得到的 但是到最后之后呢 一群狮子 跑到最后都累了 累了之后就怎么样 就放弃了 就没有再继续追 结果铃鸟都全部的嘛 都逃开了 都 生命也保住了 没有发生命难 那回去的时候呢 这个铃鸟就把这个过程呢 跟他们的同伴讲说 他碰到了狮子 还好有命 可以跟你们聊天 还真 你要好你感情 那个同伴就问 那你好厉害 他说 你要知道 狮子只是用它一点点的力量 我只是尽力的跑 他若用尽力的力量 我要卯足全力的逃 我是因为卯足全力 我才逃开的 同样两个人 一个心境 当时假如狮子 卯足全力去抓 铃鸟逃得过吗 也被逃不过 但是在那个危难的时候呢 那个铃鸟不顾一切的 他用他的思考逻辑 用心尽力 卯足全力 拼命的逃 被他怎么样 逃过关了 那个狮子呢 他只是怎么样 他觉得很容易 应该可以抓得到 结果怎么样 他没有用他全部的力量 也没有卯足全力去抓 结果怎么样 到最后累了 就只好放弃了 放弃之后怎么样 抓不到 当 你去思考 当时候的那个狮子的心在哪里 那个 那时候的铃鸟的心又在哪里 他有去思考那心在里面 在外面吗 他直接清楚 我不讨就没命了 不讨就没命了 了解意思 好 那从这个观念来谈 当时这个 维莫杰居士在谈 这个心到底在内 在外 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被这个所谓的 内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给迷失了 很多的迷向上 包括我们在佛法上的一个修行 我们要假借 语言文字 来说明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个假借的 语言文字 又把它揽成说 它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东西的存在 我举一个例子 有某位 这个名嘴演讲 哇 非常的轰动 后来他出家之后 他想要弘法立身 要度众生 想要度众生 有智慧得以脱离烦恼 那在一场一场的佛学演讲当中 都蛮成功的 后来有一次他想说 把他整个的这个修行 把他的佛法里面推动 给更多人去了解 那就办了一场佛学讲座 蛮成功的佛学讲座 那讲座一演讲结束 回来之后 跟一位老禅师在对话 老禅师问他说 你去做什么 他说我去办一场佛学讲座 那佛学讲座办得怎么样 他说 哇 我 好多人去听讲 那老禅师又问他 你为什么要办佛学讲座 他说我要度众生 度众生好 那老禅师又觉得问 请问你度了多少众生 当他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追着问的时候 这一位法神很愣住 哇 很多人去参加啊 有一两千人去参加啊 老禅师就问 你误以为你真的度了那一两千位的众生了吗 你反而众生没度到你自己内心里面充满的众生相 非常标准的一句话 非常标准的一句话 何为众生相 师父好像我度了好多东西 运营众生 好多人都在听我言讲 好多人都在听我说法 师父自己好像 哇 了不起 但是已经什么 突然不知了已经跟烦恼结合一起 我度了一两千人的信众了 我度了好多人来听我说法了 但是你突然不知已经内心里面充满了众生相 都是在于心里面 既然是要度众生 何为众生 众生 是吧 假名安逆 众生是名众生 即非众生是名众生 如来即非如来 是名如来 所以在金刚天里面 这个我们把这个心 他很多时候是在以假名上 给我们这个方便思维逻辑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个假名上 又把他都在头上安途 让自己有陷入这样的困境 好 因此他这个问题里面谈到的 我们这个心 不住内不住 心本来他是什么 本来就是无相 既无相 就不在内不在 不受一切的心 当我们在逃命的时候 当你在打住的时候 当你在昏沉的时候 你那个心就在哪一个当下 你的心就只有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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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来 何而谈到不断烦恼而入面凡 你说烦恼怎么断 烦恼在哪里 华言你讲 心佛众生已三无参与 心觉则佛 心明则众生 也都在一面心的觉和明 好 因此 不断烦恼 这个烦恼需要去断吗 我们常常在佛法上的修行 人家当一开始都问了 你为什么要出现 咬生死断烦恼 基本上这句本身是没错 咬生死断烦恼 本来就很清楚你的目标 但是当你开始进入修行的状态 开始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时候 请问你还不断的只是在听着断烦恼 今天烦恼在哪里 你断了多少烦恼 你烦恼是一开始 我已经有这个一百公分的烦恼 所以我开始修行慢慢的切断 切断 切断 切到最后这一百公分的烦恼都没了 就开悟 是这样吗 没有啦 烦恼也看不到 所以既烦恼本身烦恼本身就无相 既无相你就没有所谓的断你不断 呃 袁绝经讲这一句话 之前跟各位提过袁绝讲的 知患即离患即解 应该还有印象这句话吧 好 比如说 这个杯子 有毒 有毒 请你喝你要不要喝 要不要喝 知道有毒 我不喝就好了嘛 知道他有毒会危害我 我就不喝 你知道吗 是不是很安全 你需要再等一下 我打个做盘土一下 当我入定我去观看 看可不可以喝 我再来喝 需要这样拖子一举吗 不需要 知道他有毒 我知道他是烦恼 我知道他会影响我 我会找我服辙 不然 需要去断吧 了解意思吗 这个蛮维系的 这个需要去 因为这个需要有一个时间 去慢慢去填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是来自 什么 不明 有所谓的无明 不知道吗 不知道吗 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杯子是 因为你知道他有毒 假如你不知道他有毒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可不可以喝 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 尤其现在这个 这个浮射的问题 你会问这个 是不是日本来的东西 你看那个心 就跑到那个当下去了 假如我 那天一告诉我 这个是有 有辐射的东西 请你喝 你知道这是有辐射 我还需要去断它 然后 来盘损 然后眼关笔 你别关心再灌这个毒 会不会伤害到我的生命 你灌好了 到最后的灯 还是不喝 觉得那么辛苦吗 对不对 不需要嘛 离开它就好 所以不断烦恼 所以不断烦恼 而入泪 它就是当一个 蛮维系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体验 所以在佑主谈经 之前也跟各位介绍过佑主谈经 佑主谈经提到了 生死吉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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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一体两名 一体两名 但我们谈到这个佛国品的这个净土 到底净土在哪里 有人问了阿罗汉 阿罗汉假如不在 阿罗汉住在哪里 阿罗汉 射身不在的不受货 那阿罗汉请问到哪里去 佛陀在阿兰经里面 就拿了一根蜡烛点上的火 那蜡烛就把这个蜡烛的火 怎么办 把它吹起 就 请问火跑到哪里去 不知道 也弹不出来 可是需要它的时候 火还是跑出来了 因人去除火还是出现 那佛就跟弟子们讲 阿罗汉就如同这个火 跑到他该跑去的地方而已 非常微妙的地方 阿罗汉到哪里去 到他该去的地方去而已 你的心该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该安住的地方 就是这样 不断烦恼 它是非常非常微信的 所以 一般 比如说我们在打坐 我要用念佛 我去降服烦恼 降服烦恼 降服烦恼得住吗 今天我当然会去降服烦恼 你越是用力去压 它烦恼越大 会呢 越是 我没够了 那就要看看你当时的时候的心态 你是尽力全力还是卯足全力 了解吗 不一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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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在这里讲过一个宵 我看到了一位 一位菩萨 他很怕蛇 他平常这个楼层很高 大概 那个围墙大概有 大概四米多 那个山门很高 他走路的时候 突然看到 一条蛇 走过来 花在这儿 抓整个人 跳上去 爬到最上去 搬出来 我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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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哪来的神力加持 平常要看他跳 要死 走就要死 看到蛇 可以卯足全力的跳上去 人家跟他讲 你怎么闹得要 他不会下来 他不会下来 可以上去 一看下去 能卡耶 不知道怎么下来 可那一个时候的心在哪里 就在那个卯足全力上去 上去 那我们就是很难 很难把那个觉性的力量持续 好 谈到这里 下一段要谈到 不舍食物 于一切 不舍一切的食物 你说 世间的一切食物 世间的事实的食物 需要去舍 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其实我们整个心的保持 是在一个觉醒 我今天在 在学生的讲话的时候 跟他们讲了一个老儿上 他要把他的职位 权力 就是要交接给他下一代的时候 他弟子很多 弟子很多 那老儿上呢 就结合有弟子说 我将把这个 住此位置呢 交接给下一位 但是呢 你们各位农地都这么好 我不知道要交给谁 我只好出一个考题 考题 他就哇 这个考题可能 要考他打坐的时间 念佛的功夫 或者背诵经典 大家都开始在猜测 师父要考的语语 结果师父出什么语语 出乎意料 每天早上 一大早 做一个动作 举手放下两百次 大家听得很滑来 早上每天早上就举手 放下两百下 够简单够容易了吧 很简单嘛 举手放下 当下很简单 所以说 实践到了 谁能够保持得好 那一个就是我的接班 很简单 每天举手放下 两百下 很无聊 这是一直太无聊了 有一个月之后 似乎有饥饿的身众 请问一个月下来 谁持续不断的 每天早上举手放下 两百下 从不间断的 只剩下一半 再经过三个月之后 再问 还有谁 举手放下 持续在做了 不到四分子 谁能够持续不断的 那个就是接班者 每个动作 其实他都很平常 就是我每次我能够持续不断的 那个熄灭 那个就是新的力量 你需要去舍利 他每天他就变成一个习惯了 我今天在看一篇文章 也从他的 一个有一个主管 他把他的职位交给他的 下一代 但是他没有职女 只有从他的员工里面 找一个接班人 那员工里面刚好有三位主管 都非常的优秀 那这个老板呢 就找来这三位员工 说跟他们谈 我要把这位 这个老板的位置交给 那你们三人能力相当 那我位置只能给一个 我不知道要给谁 那之后怎么样 给他们 出个考庭 考庭大家想可能要拼业机啊 或者有对公司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一个构想难度 结果老板 这个老板 不是老板 老板都不是在想 老板只要求他们 这三个员工 每天早上来报告的 第一件事情 把自己的名字写十遍 每天早上桌上一本铺子 把自己的名字签到 写十遍 所以 过简单了 这三位一听 这就是干湯啊 这个温暖洗过来 结果这个老板的事情经过三年 都再也不曾提过这件事情 从来再也不曾提过 等到三年过后 再集合他们 还记得之前给你们的冤极吗 我要把这个位置交下来 现在要看成绩了嘛 结果第一位忘记了 老板你根本没有要求什么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老板才说 不是 之前给你们提过说 报到的时候签名 之前这些名字写十遍 啊 我记得 但是我只有写三天 忘了 没有再写了 三天了 第二位 只有写一个月 只有第三位 持续不断的继续再写 是谁能够在这么很平常 能够去很信心的 去把它做好了 所谓平常心事到 如是而生 所以在文童节居士谈 那个心不住 那不住外的 那个心那怎么按住 打坐的时候也是 所以我们因为 我们很难去填到我们心在哪 所以我们透过用呼吸 当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在呼吸当下 如果你的心跑到妄想 你的心就跟妄想 就是妄想的心 你的心假如是一个 在觉悟的当下 我们叫做觉悟性 你跟什么相应就是什么心 这样了解一下 所以这个 接下来我们在文童节经里面 会很多地方说讨论 这个关于心的理念 所以我刚刚也接这个 学院的问题 提了这几个概念 还有这几个用意 包括烦恼的伴侏 你这烦恼你坐在哪里 真的看不到啊 烦恼都是相应的字 再去爱我 刚刚比较讲话 这么凶就好了 我再去跟人家对不起 这还算有点点决心 有些人建设更生意 不懂得忏忍法得还怎么样 还到处的造谣 造口愿 反而让自己下不了台 所以这个烦恼 在哪里烦恼就 其实烦恼本身也是一个因人所生 烦恼本身因人所生 你说觉悟 觉悟也是因人合合的一种 因为你了知一切事件不可得 因为不可得我就离开他 不染着我嘛 知幻己理 了知事件一切 幻化 你何苦计较 你已经知道了啊 就好比很清楚这一杯 这一杯水就有毒 有毒我就不需要喝嘛 如果知道他 知就是很清楚了解到他有毒 不喝 任何人强迫你喝 不喝 因为我知道他有毒嘛 知幻己理 离万两绝 为什么不喝 因为他有毒嘛 我要我生命啊 那我们在 对生命的态度 宜然如此的话 你了知 贪真吃皆是会 障碍我们的决性 你假如能够像如此了解 所以说非只有毒 我不喝他 这样的果断决定 毕竟是云圣者 不要这样的举例 能不能对得到 就是认为何意思啊 是你看很多的祖师大的 很多的诱惑都诱惑不了他 所以佛所在大宝基金的普弥菩萨品第二会里面 大宝基金有没有听过啊 大宝基金非常厚的一本论 一本经非常好 第二会里面谈个普弥菩萨 第二会里面有谈到有四种沙门 在谈这之前花一点点时间介绍啦 你把这个沙门把它转向成居士也一样的道理喔 所以当然是对象是跟比丘讲 当然他的举例是比丘 那我们把它转向成什么 我们现在是居士也一样的道理 第一个叫做什么 祈福沙 有这四种沙门 有这四种沙门 这一种叫行福沙门 就是头一屁加沙一穿 他也是这样的蝴蜜豆融 对戒定会对法的一些种种用途 我就知道只是形象上 看起来就是个沙门 那我们换成居士菩萨 我也这样跟海青穿着 甚至塑料帮你披着 那人就牙兄对白 叫做行福沙门 叫做牙兄对白 那是挂兄团的 进兄团的 牙兄就好 冲啊 那是行福沙门 正同意思啦 所以他虽然是讲比丘制 通常你自己假如每天也 生披海青 穿海青披曼衣 因为我也受武戒 可是 人家说挂兄也对你去 那一刹就带着牙去挂 这年会敢说叫挂兄 所以叫做行福 沙门 比丘也是啊 若没有在于修行上用功的话 就只是个样子 毫无意义 完全没有练 第二种叫庄严沙门 看起来好像不错 很庄严 有样子 样子已经出来了 包括在修行上啊 对法的用功 有 他是怎么样 没有实际的用功 让有些住在深山的 有些自己住毛盘的 师父好像有在用功 很庄严 很庄严 他已经称这为奴童 发教 挂浩盖虚 在这叛后 空虚不止 不真实 如果你今天是用什么庄严自己 你今天是因为居士修行 你以何庄严自己 你今天是比丘 你用什么庄严自己 那佛就说 佛以什么庄严自己 佛以佛法自庄严 那我们当以何庄严 所以若只是个这个 形象上的庄严 没有用佛法自庄严 世间人可能用 很多很多的这个 保养品啊 种种的一切来庄严 那也是一种庄严 但是这种庄严 能不能够持续长久的 不是要睡也就要卸妆 对吧 可是佛法自庄严 需要卸妆吗 没有 从始至终 依然如此 所以你当以什么庄严 很非常严重 再有第三种 求名如另样子 就刚刚举例了 我度了两千位的众生 心中已然产生的众生像 是为求名为一样子 所以我们要超越 无我相无人像 我以此时此刻之音的度 此时此地之众生 所以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人家问啊 菩萨 那 予你学佛修行者 到底有多少人 佳书佛法回答得很用 叫做 井山山 秀山山 前有多少人 前山山 后山山 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因为我住在乡下 我们乡下 人家问说 你如果去看那些有多少人 互亢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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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 是幼亢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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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 那当然第三种是实习 是能够真的把佛法落实 在神罗上怎么去落实 就比如说讲很简单 就每天举手放下 很简单 平常心 你是否能够持之以恒 那个从我们自归佛 自归佛 自归生之后的当下持续不断 直至未来 都保着那份的处理性 那份的处理性 那就所谓的实习 那最常理就是什么 从开始发运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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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未来不退展 能不容易 是很容易啊 又能够啊 把它打开后来 我们很容易找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 所以我常常也告诉自己 你可以找一千个理由 不参加 不参加佛法 不参加解脱 但是你找不到任何的一个理由 让自己免于老病死 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理由说 我不用老病死了 谁都找不到 但是我们现在 现在谁都可以找出理由 我很忙 我没空 我没办法去参加 像昨天我去参加发表论 我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男友会场上提到 你今天是用什么态度去学习法 比如说你为什么出家 你为何出家 出家 何为出家 你必须具足 要出离烦恼 出离三界 那种出离心一定要先具足 有了出离心之外 接下来是什么 你的决定性 你是一种决定 要出离三界 因为孩子是怎么样 在试探的 疑惑的 脆弱的 若你的心出家以来 还是非常脆弱的 跟出离心相应 那你那个很脆弱 你只有孩子在三界内 若你一开始决定出离心 要处理烦恼 决定性 就如同刚刚讲的那天讲这样 卯足全力的 有些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我们现在修行到最担心的 最害怕的 就是那种脆弱 脆弱感 现在的用语叫做什么 草莓煮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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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跳不下当 我觉得就是那种所谓的脆弱 其实每一个人想要出家 包括我们学佛的居士 要学习法义 包括布施用功种种 让我们的心善都很强 但为什么没发展 其实就是决定性 那决定性过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所谓成就的问题 怎么成就 怎么成就 我前几天跟一位法师在谈 有个法师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跟他比 我们现天上在修行 魔都不太会来找我们 提我们自己来 魔这是什么 冲黑痛的 怕魔失 但是 你开始在修行用功一段时间之后 魔 绝对不会叫你做坏事 因为你 他要你做坏事 你马上警觉到 他就是 魔嘛 对不对 他叫你去杀人吗 我应该去做 怎么可以这样 你会连培长连 这就是外道 这就是魔 但是他会教你做什么 他只有可能就只教你做善事 但是你会不自知的 已经落入了魔迹 何以故 很维系 做善事没什么不对 但是 魔 要你做善事 你就还是在三阶内 跳步出三阶外 既不是在三阶外 你就是他的 无疼无孙 哪有理 魔就是怕你受戒 想解脱 处理三阶 他就少了止损 那行善不是本人没错 但是 行善是对啊 不是对不对 对啊 魔叫我们行善 但是他会叫你所谓的行善 会有染拙 标棒的 你看我做了多少算是 魔 若以无所得之心 供养一切众生 佛 于一件事情 迷着 反乎 顾着佛 这就是不在内 不在外的一个 非常容易的 可以去思维 我们学佛弟子 人家让我们做坏事 我们绝对非直接就反抗 那个是外道 才不接触 所以有很多 新兴宗教的成立 假借着佛的名利 很容易就被 被怎么样 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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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去 为什么 相似佛法 其实 他就是很多 就是类似善事 但是 若没有超越的话 有可能就是在那一个 情境之下 迷失了 魔绝对不会叫你做坏事 但只有可能做善事 但是那个善事 叫你去执着 名或利 或者揽着了 某一个现阶段 我做了多少事 你看我多么利好 我多么威风 魔 唯有佛才 大慈大悲 不计较一切 得失利弊 只为度众生出力不外 至于大解脱 这非常危险 所以魔最担心我们使用解脱法 你今天发愿 决定要解脱 他绝对 也会想去爸爸考验你 障碍越来越多 真的会越来越多 所以很 就我所知道 好多人发现要出教 都会很多很多障碍 家庭的障碍 亲情的障碍 到最后是什么障碍 病 病障碍 生病 那他到底要不要出教 就看他怎么去超越 就我所知道的 好多人要选择要出教 乃至要受减 每一次 徒人发愿之后 就开始咳嗽生病了 甚至挂精神了 好多的类似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样 你要学解脱啊 魔当然想听爸爸 他阻碍你啊 拿来的魔 管清解脱 所以为什么都要多拜佛 那时候自己假如发愿之后 就多拜佛 那时候我要出教之前 就是 我一段时间 大概一两年时间 就天天拜大悲 大悲做 每天拜 每天拜 就像举手放下这样 天天拜 有方就拜 养成习惯 重来生病了 感冒还是爸 要到出家那一天 才得以孙女 还是有一点点障碍 老师问 家长有没有来 他说本来妈妈不来 哇 还好在那一天早上 想去办 我非得要他来 老师父就只问 妈妈没有来 今天就不地度了 就插上我领我一脚 本来他就是 不想看嘛 你要出家我就不参加就好嘛 结果那天老师上 就出了这个考评 妈妈没有来 我不敢进 结果妈妈到了 还好先前了 好 OK 一次进行 差那么几乎一讲 那我在想 假如大厨没有拜大悲做 可能就真的不来了 好 可能就师父今天 有没有这个隐忍站在这里 跟歌劫这个法院 很多事情都很难你去思考到的 所以你只有在那个当下 想做什么 你没有办法尽力 但是你就要什么 卯著全力 这是我的一辈子 开拓 好 那用了一些时间 谈这个心 因为这跟我们接下来 再谈 《额默结晶》的一个相关的思考 这个心有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经典 好 那我们看到 前面的事情 我们就不多谈了 我们都从佛国品 第一品开始谈 第一品应该是在第十二月 十二月 在后面的这个第十二 前面的不算 前面今天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看到 这个第十月佛国品第一 后面的后面的十二月 知道在哪里吗 所以要翻到这个 这个 目录之后的十二月 目录之后的十二月 几四个 有几四个 你是均匀的 有看到 好 要谈这个佛国品之前 先跟各位介绍 我们的佛国进度有几种 诶 之前有提过了 我们还是用一些新时间 不然有新学员 还是再稍微介绍一下 佛国进度有几种 诶 这个 诶 以后我们要做那个签筒 然后 把名字刻上去 贴名牌 然后抽签起来 诶 某某人请回答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动作 都会走到桌子旁边 学生那里都有抽签 乱得辣辣的 在提交的是真的 然后觉得 老师不用抽了 我自己回答 来来 我们这里不可以这样 开玩笑 好 那个佛国进度有四种 第一种叫做什么 凡胜同君土 第二种 第二种 第二种是什么土 方便有鱼土 第三种 食报庄严土 第四种 长极光净土 就是我们要谈这个维摩结经 然后谈这个佛国 前面是谈所谓的序比 就介绍这个法会的原集 那后面要谈的是谈关于佛国进度 那佛到底佛国在哪里 佛的世界在哪里 那佛呢 就是在这样不同的进度当中 视线去度过众生 好 第二种凡胜同君土 我们顾名师就非常清楚 这个世界有什么 有凡夫 有圣者 怎么样 共同居住的地方 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所谓的什么 凡胜同居土 有佛 有菩萨 有阿罗汉 有善能 有坏能 有好人 都同居住在这里 但是在凡胜同居土 又有两类 有两类 第一类是怎么样 有三二道的凡胜同居土 第二类是没有三二道的 没有三二道的凡 是在哪一个世界 没有三二道的凡 你知道吗 完蛋了 都还掉了 老师我贤力了 你再给我打 阿弥陀佛发愿 极乐世界有没有三二道因 连三二道因都没有 何况有三二道的国宝 所以极乐世界 它本身也是等同是凡胜同居 因为它所谓可以待业往生 可以消业往生 本身去它还不是佛 所以还是什么 同居 只是它没有三二道因 那是阿弥陀佛的愿意成就 那我们这里是什么 所谓的凡胜同居土 那刚刚那个是根据我们这个庙镜长老 他也曾经在开释当中 也请问过他 他也有曾经提到凡胜同居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这个 有佛、有菩萨、同居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 有时候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不要发现一个毁谤 那你不知道你身边可能就是菩萨 可能就是佛自荐 你不要以为我言论自由 就大啦啦的就开始毁谤了 不自知的毁谤到圣者 有一位撒民就在骂老比丘说 你在诵经像果在废 你在果在教一样 那阿弥陀佛跟他讲 那赶快忏悔啊 你不忏而入三二道 你明明诵经就像果在废啊 结果明明中入三二道 可以入二口 那老比丘是阿弥陀佛就跟他讲 你要忏悔啊 就轻敬你不忏悔 他反而觉得我骂了好像很 好像骂得很起劲 好像骂得很恰到好 就结果不知道 已经到下三二道指定 所以我说阿 那里的之间阿 同堪道的之间在修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在佛地址之所以 庄严可惑的地方 就是什么 至少不恶空 不其余不良舌 不妄明很庄严 所以刚刚我们身为法师 或者甚至居士 你已和之庄严 所以佛在十三月道经里面讲 我们当也修十三月以至庄严 是吧 你若今天 这个十三月修行成就 你这样的一个庄严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喔 好 所以凡论同君主里面 不要轻视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位 他有可能说是 菩萨的视线 所以在上个礼拜也提到 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视线 你要去摘身 结果那个住持人 这 一乎到不省泰山 这个文殊菩萨 离开了只留下头发 所以才建造个法塔 所以在法院圣同君徒 本身在修行上 是比较有所谓的一个阻力 但是你修行 有这样的一个阻力 反而是你在修道上的一个什么 序严 虽然阿弥陀佛发言 在极乐世界修行 只有极乐没有痛苦 但是同样相对 在那边修行一万年 可以成就在这里 可能只要一个小时了 时间也不同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另一个 心念的问题 心念的问题 好 你再来 第二种 方便有余土 那何谓方便有余土 就是所谓阿罗汉所修行的 成就的净土 在那个地方没有所谓的凡夫 只有阿罗汉 阿罗汉 那阿罗汉呢 阿罗汉之所以成为这个方便 有这个方便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具足大秤的菩萨系 所以 所以还有什么 还要以种种的视线方便去度阿罗汉 所以他们 有一些 还有一些没有成就 需要再去等他 去成就 所以 阿罗汉 那佛会不会在这个方便有余土去度阿罗汉还是会的 阿罗汉 阿罗汉 很多都是十大弟子 有没有 大阿罗汉 碰到了 阿罗汉 碰到了 阿罗汉 碰到了 阿罗汉 还没有成菩萨之前 他们 依照经典的记载里面就是在这个方便 所居住的都是阿罗汉境界 阿罗汉境界 有成就的 有种种 好 再来第三种是十报庄严土 十报庄严土是 所谓的菩萨 舍世间一切而成就的 你今天是菩萨 你所进入的是这个所谓的欢喜地 所谓的是不动地 乃至到历史地的这个法云地 十报庄严土 你修什么成就 你就居住在那那个境界 地几地 这十报庄严土 但是还没有究竟成佛 还是没有究竟成佛 但是 他会因为他所修行的功德庄严 这十报庄严 你当初布施了多少 舍弃了多少 该给你的本经历 其中都会给你 一个也不少 如是阴如是圆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就尽 十报庄严 好 再来第三个就是 长极光庄严土 长极光庄严土 我们在介绍 就是在做华言经 佛谱 是佛者居住的境界 长极光庄严土 同灯华藏事件 华藏事件 那所谓的长极光庄严土 长极光庄严土 所以这个佛谱 大概有这几类 目前在经典上面 有这几个 好 那在他这个佛谱之前 先给我们介绍 不是 有没有问题 对这个 好 请问 如果请问一下吗 你刚才讲说 有三二道音 本来说 这边是什么余界吗 三二道 三二道都是在余界 对啊 你刚才讲说 第一个是 诚同之后 有三二道音 不是没有三二道音 那有三二道音 就是余界吗 是的 三二道本身就是余界的 就是在这个余界 六道里面 一个是有 有两个 一个是 没有 在这个世界 没有所谓的三二道的音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说佛世界 可能一伪犯就是有三二道的音 给下地狱而鬼出生 那你假如是在极乐世界 有没有三二道的音 完全都没有 不可能有造三二道的音 没有那个音 没有那个音 没有会犯三二道的音 这样 这样 听清楚吗 第二个方面有意思 是主义的 没有 没有 那是阿罗汉境界 阿罗汉境界 阿罗汉境界 阿罗汉已超三界 阿罗汉本身超三界 不在三界内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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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所谓的 欲界、色界、三界 已经超三界了 包括 都已超欲界、色界、无色界 都已超越了 所以 已经超三界 是 是菩萨境界 是的 菩萨的境界 是菩萨境界 是菩萨所获得的果位 那 长极光净土就是 佛 居住的地方 长极光 那 我们可不可以也能够成就长极光净土 那维谋结晶就是 欲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经典修行的 拜祂都告诉我 我本身是 心清静的长极光 你也心清静 长极光 在座的各位都是 心清静的长极光净土 持众生 心清静 则已见 国土见清静 大家居住的都是 长极光净土 如果我们现在在座 我也是阿罗汉 你也是阿罗汉 在座都是阿罗汉 我们所居住的是什么 方便有余土 那我们这里 何属者挂 派属者挂 有好人 派人 大家探掃自己 我们这里是什么图 还圣同净土 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念 如果每一个都能够在保持 在这个长极光 心清静 我心清静 令大众心界清静 使净土自民为国净土 为什么要一开始先介绍 有这样的一个用品 所以你告诉自己 你现在决定要改变了什么 不是只是想要去改变 你修行就这样 很多时候 我很想改变就是改变不了 其实你好好地去思考 去检验自己的问题 是在这什么 决定性不够 决定 阿夏光夫 阿阿 那天惊死的 帮人 不知道要怎样好 所以学习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棘手的问题 有时候 有时候要去思维一下 当如何的 去超越 我们不断来谈的就是超越 像我们在说 他还会解释到 我们在天佛法 我们的耳根 我们听到了 声音 听到声音 其实本身他只是接受 接受之后 进入了耳式 耳式慢慢的去分析了解 每一句话里面的每一个字 他只是知道耳每一个字 但是他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他必须在从义根 入义根 所以义根就是生长 义根然后在什么 我画下来 在义士里面可能就是 原来这是在说什么 所以假如你耳根本身就坏了 耳式就没有作用了 义根对这个意思你就听不到了 为什么有些人一谈 声音有些人听不到 为什么听不到 不是他的意思没作用 是前面的圆 不在了 听不到了 我们在医学里面或者在摩托义根 不成根 就所谓的神经系统 你的失神经 你的耳神经坏了 但是意思又没有坏 本身没坏 是这个圆 这个门 没有办法进入 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人家听了就听不懂 那现在问题就在哪里 我们这义根接受了种种的文字 你了解了 知道了 要我做什么 但是这个意思知道了 我跟你讲 好 拜佛就唱了 知道了 或者知道唱了 得清静 那问题 知道之后的力量从哪里来 如果让自己真的可以有力量去用过持续 这样自己的身口音 持之以来有清静 所以我们听了活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地闻师修闻师修 听了 懂了 知道了 听懂了 可是做得来吗 举手放下 知道啊 会不会做 会啊 举手放下 可是一年两年三年下来 几个成就 念佛会不会念 会啊 我没做好 我没做会啊 念佛会不会开悟 会啊 可念得来吧 公平 知道 每个字分解之后 结合起来都知道 要我做什么 之所以会有差一次来去决定 还是脆弱的 你的心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 还是脆弱的力量 那 成就得不一样 好 那 还有没有点问题 好 那没有了 我们就来谈 那一开始会谈 介绍这几个镜头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是自己 把自己安住在什么镜头 你希望自己 改变自己成为什么样的镜头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修行者 你想居住在凡胜同居 那我也很称赞你是大菩萨 愿力来可以啊 地藏王都可以去第一步做真的 啊 那如果是来这 来这要太厉害 还是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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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有说到他要入捏盘了嘛 那大家就开始紧张啦 佛一旦入捏盘 还有谁能教我们 会不会紧张 会啦 那大家就在讨论之后呢 就请阿难尊者 去请示世尊 佛入捏盘呢 有几个问题 需要请世尊给我们很明确的 一个开示教导 然后让弟子有一个 皈依 依旬的方向 就问的是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佛在世的时候 有佛教我们有佛法 若佛不在世 我们当以合为修行方法 佛不在啦 佛在的时候有什么方法 佛可以教嘛 若佛不在了我们要以合为修行方法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佛在有佛教导我们 那佛不在我们当以合 以谁为师 以合为师 对不对 以谁为师 第三个问题 若在生团修行里面 碰到了凶恶的人 我们当如何的应对 会破坏生团的人 会搞分裂的人 会破坏生团的运转的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那第一四个问题 你就问到 若佛路面反了 经典我们当以合化 以什么案例 让大众很清楚 这是佛所说的话 让众生的能够信解不疑 这四个问题 好 经典以合案例 稍微写一下 简单 简单谈 简单 我是不可抗的 简单 这是最后的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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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行吗 简单 一切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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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四个人 另一个人以何为修行方法 佛路面法的 佛戴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会教 佛不再来的当有为修行方法 知道吗 以四面处为修行方法 四面处 身受心法 曾经有一位法师蛮活泼的 他每天早上都很用功 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位法师 就问他说师父啊 你每天早上用功的方法是什么 他就讲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哪里 关心无常 然后来 刚保护我 伸受心法 讲完了 这个师父很生气 你怎么没做早晚课 主是大德留下来的 早课要怎么做 留成章怎么做 你怎么没有这么做 他说 你说的是主是留下来的 我说的是佛祖劳了 你说谁对 能相应者得以解脱 那个就对了 但是你怎么不能 拿着佛陀所教诫 以色列之为修行方法 然后你打乱了所有人的修行规则 也不对 我这样修才是正法 你那么修不是正法 有人这个观念 本身我们不否认他的观念错 但是若以此去打破说 主是大德给我们的方法是错 他本身自己是太大执作者 这个懂得意思吗 有人就真的这么认为 甚至不断的去打破说 我们中国佛教的主是大德 所留下来的 不是真正的修行方法 因为佛在天盘经讲的修行方法 是深受心法 这边很小心 你自己这么用功 也不会妨碍到你做早晚课 跟祖师所留下来的那种善巧方法 你看多少的善巧方法 你度化了多少的成就 说这个深受心法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深受心法 事念处是告诉着我们 当依此而修 让我们去意念了解 深不尽 依此而修 你说深受心法 他不是拿来念诵吗 每天早上拿了地址名来 如是念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如常 观法无我 就这样念完了 就代表早会做完了 错 大错特错 急错无比 是告诉我们 观身不尽 你于一切时刻 于一切时间了之 深的不尽 我不懒着他 世民试验处 没有阶段性的 所以他根本不妨 让你做早晚做余佛 所以刚刚那个谈的那个是 他自己 其实他讲这个 是他很有聪明 其实他用这个来谈赛自己 不用做早恨 他这个困盖自然形 那叫做行福沙门 乃至可能也是个 求名如利亚之沙门 不是真正落实于佛法的沙门 各位了解一下 天体好像很有道理 但实际检验之下 有问题 观身不尽 于一切时刻都要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世间哪一个你所领受到的 永远是快乐的 比如说举例来说 一个小孩子的生命诞生 欢不欢喜 你说要欢喜 真的 就世间的认知一当欢喜 而且是大欢喜 吃安柔啊 油斑啊 很欢喜 他来到这个世间 但是他就要接受 下一个生命的旅程 老病者 谁逃得过 领受的当下 让我们了知受 是苦 何以苦 苦的是那种所谓 你说快乐苦不苦 快乐到最后也会变成苦吗 就刚刚举例说 小婴孩的生命的诞生成欢喜 但是一旦生命的结束呢 很欢喜都在那里 为什么没有办法再欢喜 一切的领受接纳 受 就会导致了我们的想 行 落入种种种种的一个 一个修行上的一个考验 然后观心如常 我们这个心的变化多端啊 我们这个心的变化多端啊 所以在古代就用顺路空来说 我们这个心就全能搞了 顺路空了七十年变 变来变去 是讲那个顺路空是讲谁啊 我们 心无法顺着世间里面了知空气 顺路空气就是顺的意思 顺某空顺某空 顺着世间里面了知物 就觉悟世间的空向 若不了物不了知就是颠倒 而且那个顺路空就是顺 台语叫顺路空 顺某空顺某空 是吧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吗 顺柏某 不是那个猪 是知 知道不知道的知 台语叫地 他讲他的顺某某某某某 照一个字叫做地 你假如不守八戒你就像那一件地 好呆好呆啊 若了知就是知道觉悟的意思 知 世间八戒可以令我们解脱 是吧 沙无尽 我们的心若清净像水 这么样的清净清澈无比 可以怎么样 就像海水里里面的沙子 都可以看得清净楚楚 我们的内心的烦恼 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 就像沙子在水里面清澈无比 看得清净楚楚 所以顺者世间因缘 觉悟世间空向 当如何秀 此八戒 居士 说八戒 其实它就是有修行的方法 然后你就能够了知 心的清净 对 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心 磁场的变化 关心路上 那心的变化 两面贺 两面败 那很难做摸得到吗 为什么要打坐 为什么要练火 让心能够平平下 我发现在修行最困难的 不是打坐腿 痛不痛的问题 不是送金时间长久的问题 这都不是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心紧不下来的问题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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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发心要拜灿 受八戒戒 打长期 打七七四十九 我都觉得很好很好 我们就是在什么 长时间的训练 让自己能够 在那样的一个模式的训练之下 让自己得以平之下 所以初学者 要跟外援什么 尽量的能够 能够有点分开 除非你有那种 修行的那种 善根 会根具足 有一次有人问我 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孩子 很喜欢吃寒质 听说吃寒质可以抗癌什么的 说好 你如果要吃寒质 你每天三餐都吃寒质 你如果寒质 没了寒质 三餐全寒质 吃到有一天 他就看了寒质 就是肚 最初要的又吃寒质 欸 修行也是这样 昨天我们去发表面的时候 有人就问一个问题 现在的网络世界 这么发达 有些人一不小心就逛到 不应该逛的网络世界去了 该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买回来给他看 看成一个妥 因为都赶快你就不会赶 所以我讲的是一个笑话 但是 就是同样的 因为他好奇 甚至很多不了解的时候 反而你越是压阴 他的心就越想去怎么样 应该有另一番的世界可以傲游 如果哪知都马法官无常 所以其实很多的状况 你必须要借记说法 甚至借一个方法去断断它 因为昨天有一个杨教授就鼓励说 现在的法制要多善用媒体 空中部教 电视红法等等之类的 那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他就说那你简单啊 就让他看嘛 看到最后他就不想看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可是那样大赛跟着忍才可以 原来黑白党给他有机会 吃了就出来了 有点意思 当然方法应激施价可以 此一时众生得以如此度化 但是若非如此大三甘者 那不要济了 后来当然这是一个研讨会 当然研讨会就可以 多方面的去思考去讨论 所以这个心真的 你看一下子学藏传好 一下子学汉传好 一下子学打坐好 不知道学什么 反正人家说好我就做了 结果做到最后 什么嘛都没学到 你不要只是变成一个广告公司 你不要把你自己知道 到最后只是一个广告 那个好那个好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真正实验过的 你说哪一个广告的产品 是自己真的使用过很好的 才开始在生产的 很少 再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 观法物 这个法了解 这个法所谈的是 一切的事物都称为法 世间任何一切事物都称为法物 一切的法哪一个真实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从观生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如常而得正 一切法皆无我 那你就自然 刚刚提到知患解离 离患解绝等禁见 自然很难从此而生 你不需要去打坐坐到 你看看我要开悟了 然后再坐坐坐到开悟 再高坐人家我开悟了 然后你在不打坐的时候 我已经回到凡夫了 那陈佛还是会退到嘛 是吧 那就错了 明白了 我要开悟的时候先把扶团 准备好了 然后盘起腿来 开悟了 然后我下坐之后是凡夫 怎么可以啊 不管再何时何地 开悟皆是开悟 好 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如是 好 刚刚这里有一个注解 解的还不错 他以大致度论 我们看这个十三页的第三行 第二行下面 如是者有没有 如是者有信顺之耻 就是信顺之耻 这个如是是当时 刚刚好像一个没有解释到 好像对治恶人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回到这里 这个 刚刚只谈到这个 以和修行方法 好 还是不给他拿进去 老了 以和为师 佛说他入联法 以和为师 以祈为师 所以戒律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敢更改他 不管他合不合时宜 佛所制的戒 谁都不能动 唯佛能复戒 要更改也得佛再次 知道吗 没有那个什么小小戒科生怎么舍 不能舍 所以全部都留下来 以戒为师 第三个 如生团里面有凶恶的人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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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也敢不走 怎么办 不要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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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莫平 不要盖工 他讲的百话就是不要盖工 莫平 谁都不跟他讲话 你就不聊 他就要改变 佛说莫平 莫平 不要盖工 这也不简单 你要把一个很凶恶的人当成空气也不容易 你看 官身不尽 你要吃 你把他当成空气再对待 成就 你成就了你 你也成就了他 佛教导 莫平 这个 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 佛教跟道教在 在这个 功夫上在 在 在比较功夫的高下 那 因为 两座山嘛 一个是佛寺 一个是道观 佛寺的香火鼎盛 香火鼎盛 这个道观呢 里面的这个道士呢 就觉得 信主都跑到师父那里 跑了我这 起了嫉妒心 然后就开始怎么样 运用一些咒術 我还会去伤害他 这师父呢 依然每天早上做他该做的 早课晚课啦 休息就这样 每天都这么做 然后就有一天 这个道士就 找他这个 PK 现在讲PK 我现在用你去看他 PK 跟他PK就对了 比较功夫 师父就好啊 好啊 那师父就坐着 坐着 坐着普德 就坐着 哇 那个就开始 火火啦 用鹼啊 铺来铺去 哇 弄了一整天 整个都累坏了 累到最后 这个法事 还有没有功夫 我已经都用完了 你怎么 都只坐在那里 我就一步而已 师父就只有一步 这一步 不走 不动 以静自动 只有到最后 看出了 万法皆空 不管在那里耍了多少功 到最后还得落伍 回到原来的灵境的样子 那师父从此至终 依然保持这么平静 这已经可以了 所以万法万物皆在于我们的心 也可以好好的去掌控 所以在生活里面 你碰到凶恶的人 你也不需要去跟他讲话 我跟你讲 你不要去跟他在一起 他很坏 都不需要 自然而然 他就形成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大家 对他很了解 就没有病了 谁都不跟他讲话 他跟人家 跟他讲话 也没回应他 跟他讲话 不回应他 他到最后自己就会改变了 他就会改变了 所以 佛早已告诉了我们的方法 是有些人 不知道怎么去运用 反而跟他讲话 他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 这个小团队 再来伤害一个小团队 然后繁忙 从此而生 叫做家眷成群 世民畜生到 听到不 没有 有着 家眷成群 像这样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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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就是荣因 三二道子 好 再来第四个 佛入联盘经典当以和安利 如果佛你入联盘 那我要把你讲过的话 阿烂啊 阿烂这个 我要把你讲过的话 说给人家听 人家会不相信 不以为是我阿烂讲的 因为我的经典不到那里啊 佛才跟他讲 就跟他谈一个 卢是佛闻 就这样来的 要说这个卢是我闻 就要用那些时间 因为他有引你的天空 就是阿烂的我 是这样在佛那里听来的 我怎么样告诉你 不是他的意思 是佛所 就是卢是我闻 我这样的听佛说 可是 阿烂的这个能耐 所以他为多的 谁都不敢 你都要造次 因为你众生 驾人的 驾 驾位的 生 佛说的话 佛就这么说 就很多话 很多话是吗 多出来的他们一句话 不讲凡的庄文 讲的凡的失去了他的格调 会不会 对 对 比如说 有这个四障的 他在走路 走路走路 他走路不方便 那当你很好心的 他带着他过马路 其实是很好 我马上走走路 刚好 有你的朋友 跟你讲 你在做什么 你没有看到他带路啊 我说这句话就不应该讲 本来你的善心善行是值得被肯定的 但是就因为你的朋友这么有 你没有看到他带路啊 我陪他过路 过路 不需要讲 你就把你的动作做完成了 你的朋友会很清楚 他当下是在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 反而在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的细腻 是否有过庄严 那就看你平常的功夫 有没有把你的烦恼看得住 你不要让你的烦恼随意就跑出来 有没有要堵塞就跟看住的哪 所以当然找到人在看心 看什么心 那就是需要用功夫去运用 好 有姻缘啊 真的可以多去参加打谈极 打佛极还 还蛮不错的 但能够打谈极 整天都没有人跟你讲话 你想讲话都没有人理你 甚至你讲话 你本来平常讲话没有人骂你 你在打谈极你一讲话 似乎会用相反伺候你 平常你在你要讲什么 要讲大声小声都没关系 可是 因缘不同 你在参长一讲话 可能相反就 打下去 嘿 疼勒 打下去的时候 你当下的心事 很欢喜的接受相反的伺候吗 还是觉得在消业障 打一致可能小减 就用打两致可能毕临 打三致可能就饱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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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言是是如是说之者 顺佛一命 做如是说 听之者尽信佛故 顺如是听 故曰信顺之子 所以如是说 我这么听佛说 我们也如是怎么样 接受佛说的真实不虚 不会怀疑 阿难当时就只是请教师尊当以和安定 所以如是 好 我闻 就是阿难 这个我自己是谈的是阿难 阿难他这么听佛说 我这么听到 好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文法的时候 我们耳根耳视 意根意识 在听法的过程就是这样 佛说法 比如说 现在是阿难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用眼睛看 就不是用耳根 就是什么 眼根 然后怎么进入耳视 然后意根 还是要跑到意根 然后怎么样 意识认知 如果眼根坏了 看不大了 你那个眼视就没作用了 眼根坏坏掉了 看不大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生长门里面 又把它分了眼耳鼻舌身 又是二层要把它分成这样 六根对六对 根就是生长的意思 生长的意思 那在这个色法跟心法里面 就眼耳鼻舌身 这五个我们称为色法 意 一根称为心法 色生香味粗 色生香味粗 法 又称为什么 这个色生香味粗 这个也是称为色臣 色法 色生香味粗 法 法臣 它本身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心法 照理讲这个臣者 应该是属于色法 各位听得容易是吧 义根 义根对法臣 义根 有没有 言耳鼻舌身义 对不对 义根是不是对法臣 询问这个法臣是色法还是心法 有时候看到这个臣 这个可能是法 可能是色 不是它是心法 因为义根本身就是心 心对这个法臣是它所认知的 所以前面的 言耳鼻舌身 都没有作用 它的色身香味粗法也就没有作用 言耳鼻舌身都没有作用 代表这个寿命也一千结实了 了解吗 六根三坏 但是假如只是耳根坏 一根它本身还有意识都有作用的 还是有作用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 义根对法臣 我们的意识 产生的作用 所以所有的意识 就是所谓的第八意识 是有所谓的分别认识的一个作用 所以当我们的眼睛看到东西 到最后都是由意识去分辨它是什么 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所以当我们用眼睛看了佛法经典 知道了 它是我们在认知的时候 你看我们眼睛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看东西很正常 OK 认知也很正常 但是 你看老花也在看东西 跟近视也在看东西 感受得起来 状态一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要把自己的心眼打开 还是在看什么东西 你的心 若是一个心眼看 心非常觉醒的 看一些东西都是什么 觉醒的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 你若你的本身 你的心就是生灭心 就好比你是一个近视也 不戴眼睛看东西 看东西 或者一个射马的 跟一个视力是正常的 在看一样一个 一个红色的东西 它看起来颜色就不一样 眼睛看了 但是他很执着 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其实他本身不知道自己想看 染上的射马 了解意思吗 当你自己本身是生灭心 去看一些东西 你没有把你这个生灭的态度 这个生灭法拿掉 你看到的就是用生灭像 就如同一个射马 一个近视眼看一个东西 你现在是因为有医学这么发达 你这个眼睛可能是闪光 可能是近视 可能是什么 现在假如休闲 能够一测你的烦恼是什么烦恼 马上告诉你 你以后都感受到 所以在座里有这种科技能力的 去研发这个测试烦恼是什么烦恼 一测试贪心中 你挂个牌子 我是贪心人 你是个称心人就挂个牌子 我是称心人 以后互相监督 你贪心中好好的修不敬宽 你称心中好好的修慈悲宽 众生皆成就 你是大菩萨 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那个移基科 一测量你的心 是贪择在哪里测不出来 所以还是只有佛法能够怎么样 想我这些烦恼而已 我们的设身的问题 医学上都可以对峙 但是心的问题测不出来 测得出来 可不可以把脚都测得出来 可不可以把脚都测得出来 我现在 现在假如医师 这个法师假如是一个门诊的医生 专门在看你众生的病人 每一个一进来 这个机器大萤幕 一测试 你看 你看 你从出生到现在 你的烦恼多少 你看一简念 都跑不掉 因为你绝对不怀疑 医师所检查的仪器 就好比你照X光 一照下去 肺部有什么东西都跑不掉 那个 假如有一种仪器 照下去你的心烦恼 仪器就这么多 你看你看 你从出生到现在烦恼这么多 还不用功 反正回去一定会马上开火 那绝对会想放下 因为就是 看不到都没有证据 反正回去又自我安慰 比较快 摸土摸土 就善良带老婆摸土 就反而不会开悟 有点是 虽然是一个 但是 其实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我果正有如此烦恼 我当断主 对 对 我最近在 跟同学在讨论说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讲说 在座的同学 把他发愿 这个大菩萨发愿再来 就制造了一个 我以后你不要发愿 你去地狱度众生 因为这个地藏我已经做了 这个 祈求牵出 观世音菩萨也做了 现在还没有做 你发明了一个 电脑仪器 测试众生心的问题 把这个仪器制造出来 你就大菩萨 当然 这是一个很吓话 就是在说 就是在法律书 我们 面对了总组的烦恼 就是 如何去面对它 去享受它 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新的问题 还是得回归到 我们自己来去解决 绝对 你靠外在的一切 完全处理不了 烦恼 还是给自己处理的 好 所以如是我们 好 这个听佛所说的话 阿难虽然是阿难有所 所以我们怎样 也应该好好地去接受 所以你看 古早人 看一句 看一句 一句 你看我们心的烦恼 很容易升级 结果有人也曾经怀疑过 阿难 阿难你怎么会知道 所以佛在佛阿心里面 佛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阿难本身只是 但是 也跟随了四尊才二十五年 但是四尊说法十足有四十九年 十九将近五十年 过去佛说法的时候 阿难你不在身边 你怎么会知道 佛在阿瓦经里 在法华经还有 在粘砍经里面都有提到 尤其法华经提的最象 Todos 我一些学友 而且也跟各位有说明过 阿难尊者发愿生生世世为佛的事成 所以他不单单只是当佛 释迦牧内佛的事成 过去佛他也单单是人 过去佛也说《华元经》 也说《法华经》 也说种种一切经典 阿难皆听过 而且阿难有一个 因为他的愿力成就 他只要一听佛说法 他过去生所听的一次记住 如同当天所听一样 这就是他的功德成就 所以阿难成佛之后 他的寿命千百亿万劫 在佛华经 寿《学无学伦品》里面 有谈的很详细 就有兴趣翻一翻 读寿法能经典不错的啦 翻一翻 就哎呦 一次一次会体验到佛的滋味 我们终生会想到的问题 当然佛都想过了 然后都一一的对我们 有没有 然后就把我们这些烦恼 都处理过 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读送道 所以这个 所以有一位法师曾经问 老婆上 老婆上 请问你有没有开悟 我开悟啦 老婆上 那位法师就问老婆上 请问开悟的境界是什么境界 什么境界你知道吗 老婆上怎么被他回答 就是你的眼睛看到你的眉毛 你都回去开始看了 怎么看都看不到 很幽默的一句话嘛 师父请问你开悟的境界是什么境界 眼睛看得到眉毛吗 那回去看 把这儿落到来放进去 可是老婆上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回答 非常幽默的一句 本来就是 了之诸法之教 本来就是这样 不管你今天开不开悟 你不管你今天修不修行 你每天都在雾中 你相不相见 你每天都在开悟呢 你每天都 你不管你修不修行 不管你开不开悟 你本身就存在 有实在谱 何以故 法不会因你而多 也不会因你而少 法本来就是这样 只因我们没有觉醒 不是因为你觉醒 这个法才跑出来 不是因为你开悟的方法 才跑出来 那只是让你找到了 那本来就存在了 找到了 要比你十块钱不见了 你开始找着 找到 你本来就有了 不管你今天你修不修行 你开不开悟 你都在雾中 真如本性 从过去进未来 真实不虚 只因众生迷惑 妄想 盖住了 看不出来 就这样 好 什么问题 这就是文成就 好 这就是文成就 再来 历史 历史就是那一个时候 我在那一个时候 所以 这个有几个说法 因为印度本身对历史也并不是这么的重视 所以他们没有记载 在讲迷惑什么时候讲 当然二来是什么 本来就要打破时间项 空间项 就讲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 也要讲 微博绝经 讲无上寿经 意思 就是那个时候 那我们现在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讲微博绝经 一死 那死 好 佛 那我们亲子就是一个觉悟者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 大乌的修行者 佛 佛在这个 比叶里 阿摩罗树园 在阿摩罗树 有学者去研究过 到底它是什么树 那也有说是 芒果树 极有可能 因为在阿摩罗树 还有在 在这个 一些 论典 大毗菩萨 都有 都有发听过的 类似 类似所谓的 这个 这个芒果这个字眼 那阿摩罗 没有可能是 因为我们有 南船的 法师来这里 我们就问他 阿摩罗是什么 他就好 溜到 这个果菜市场 那个水果 这就是 经典里面讲阿摩罗 那个我们就看的是 船样 蛮火 偷船样那种 有意说是 芭蕾 但是因为 我要讲的 接着要讲 有些是像 船样 绿色的 因为说芭蕾 好像又那一个 因为 看的东西 类似 芭蕾 不许是 我现在所认识那种 太过芭蕾 搭芭蕾 拖芭蕾 生这粮粮粮 About 我怎样拖芭蕾 土芒果 那一种生这粮粮 不像是 当然我们就 然后回归到他们讲 就阿摩罗就阿摩罗 就在树下就好了 你不要很在意的说到底是谁啊 芭蕾 完全就是最可恨了 我们后来就在 就目前学界上学者上 也在做很多的研究 因为那时候的用语 他们现在也没有人在使用 也只是变成了一个一个一个 所以像 嗯 像泰国的芭蕾跟我们的芭蕾有些都不一样 尤其现在的水果达涼过很多了 很多 好 那 佛呢就在这个城庄的这个树林下 那个树林下说法 那在经典里面这个债 债呢 是所谓的有一种存在 在 钥匙经里面它就不翻译为债 它翻译为什麽 有 有没有 有些经典上翻译 佛在 奇数远 或者佛有 什么王色尘 有没有 有一种翻译为有 或者是在 其实它都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因那一个情境 譬如说我住在这里 我虽然住在我们会聚 但是我不一定都躺在那 我必须会什麽 外出吧 所以它把外出的动作它翻译为有 住在这里它翻译为在 所以它是在同一个在 在那个地方说法的意思 有一种游戏嘛 脱破的叫游啊 好 如果这个在有存在或者游 游是所谓的移动啊 移动它就是外出嘛 移动走动嘛 好 那这个在呢就是住 或者在 这个 住在这个 比叶里 这个阿摩罗树原家 就像佛在 住在这个 奇缘金色里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住 佛在 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举 这个大比丘 这个他的大比丘呢 谈的是属于这个 诶 除交修行 还是证阿罗汉的啦 还是证阿罗汉的啦 那这里没有很明确的讲 阿罗汉 但是从 观念上来谈 大比丘者 他的大比丘者 就是 在修行上有所成就的 才称为大比丘 不能一般只称为比丘 比丘 比如说明来比丘 某某比丘 某某比丘 那在经典里面 也称为大比丘 你大比丘众 我这个强调语气就是 在那时候参加的比丘 都有相当境界的 都有相当境界的 大比丘众 八千人举 我这些大比丘成就的人 叫八千人 那比丘的意思呢 有所谓的 破魔啦 破恶啦 我启示 破魔不魔 破恶 那这个 在中国的习俗上 这个法师脱坡 好像不是很被尊重 当然是 是出教法 早期 我们中国佛教的法 也是要脱坡启示的 但是不受欢迎 因为我们的习惯 就习惯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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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后来的修行者 比丘呢 在这方面上 就受到很大的考验 后来才一直发展到 唐朝时代的农产生活 马祖建造长 百丈地清规 我们出教的 他有自己自力更生的问题 这个存在 自己有厨房 本来早期的寺庙是没有厨房的 然后泰国现在也是 他现在慢慢怎么样 也在转型 现在企业转型 寺庙也在转型 这个转型不是不好 因为一定时代因缘 如果他有点转化 所以我们在唐朝的时候 我们在一千多年前早就转型了 是寺院的自己的火房 有去大陆从里就看到那个火房 那个野座的那个罩 地啊 千人栽啊 千身栽的那个 煮给一千人煮的那个 那个火房那都很大了 我现在都只是警工参观 没有在使用 没有那么多人出家 我那个火孩子地啊 哇很大耶 这十个人都要火 他不知道怎么煮的 就是千身锅啊 那煮给很多人吃的啦 不一定是一千人啊 可能没那么多人 但是他这次用个名 千身锅 哇那个很大 那佛在说法中有这么大 比丘聚住在一起 聚住在一起 有八千人 菩萨 我们看到呢 菩萨有三万两千 众所知事 我们看到这 这所谓的众所知事 这些人是什么 知是什么 文明清德 是呢 是独行禁奉 目独的意思 这之呢 我了解到佛的修行成就知道了 然后是什么 我知道之后 我什么 禁奉 就是 恭敬的敬 奉持的持 奉 恭敬 然后怎么办 所以真正的知事 是你了解以后 而且能够做 才叫知事 所以这些八千 比丘三万两千菩萨 了解佛的得恨 而且能够做 是付出有行动的人 可这个知事 和我们所认为的知事 是不一样的 是了知佛的修行 得恨 而且能够做的恋 有所行动 去实践的人 去实践的人 所以一开始 有跟各位介绍到修行的 有四种 行服的专业 求民伦力一样的 还是实践的 实行的 就是这一点 所以这些 比丘也好 菩萨也好 都是蛮众所之事 大家都知道 而且也知道 有一种 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他对佛的修行得知到 自己也做 还有这一些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他们修行成就的 这两种都有 因为他们了解到佛的修行功夫 他们自己也实践的 而且 就像比如 我们现在的广西牢长 众所周知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 早期用众所 现在众所知事 现在讲 众所周知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就从修行的角度而已 他用知事 这个知 是了知 很彻底的觉悟 而且对佛的修行是好不怀疑的 才叫知 这个知 没那么容易 这个也需要一点空腹 好 好 先到了 怎么那么快 后面还有一些浪漫的 那后面可能我们就会 就 有蛮多名相的 这些很多名相 那为什么 那么 会一个字一个字的 稍微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古汉语 有古汉语 它的 它的意思 那我们对每一个 每一个古汉语的这个用词 前是能够清楚的使用 在理解经文里 比较能够清楚的了解 好 好 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那没有得 我们就下课 我们就回笑 请回答 愿离此功德 愿离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结共成佛道 结共成佛道 结共成佛道